把背杆稍微挡直 稍微往前 其实我靠这样子 治疗了非常多的小孩子 跟成人的泌尿道感染尿失禁 孩子如测的姿势 会影响排尿是否干净 而造成泌尿道感染 泌尿外科医师杨旭蒂 除了给药开刀 他花了五年半的时间 测量1200位孩子的 尿流素与尿量 制定了一套 全球泌尿标准资料库 帮助许多病人不用开刀 也能脱离壁苦 所以我们把这些 长大不会好的 赶快找出来给他治疗 有些时候是帮助他 把肾脏顾好 有些时候是建立他的自信心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我们现在 孩子宝贝这么少 每一个都应该给他 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杨旭蒂除了智利 儿童泌尿问题 对成人病患也是如此 王女士因贫尿 反复泌尿道感染 看了许多医师 都无法根治 最后北上找到杨旭蒂 终于发现真正的致病原因 你贫尿就给你吃 不要贫尿 没有检查到其他 但是他会从 为什么会这样 开始一直做起 所以我说 很少这个医生 这么细心 专门病人在这样诊治的 我是不是这样讲 真的很感谢他 不管是小孩困扰的尿床问题 妇女常见的泌尿道感染 还是老人担心的验尿症 杨旭蒂将三十多年的 行医经验与治疗精华 全部收录在新书 甘爽一生中 他期许自己能做个 真正解决病苦的外科医师 大爱新闻 刘荣 洪充豪 台北新年报道